大家好,歡迎來到日更頻道,今集和大家看些民生相關的東西,網上見到幾張圖說,這個超市有些天價的蔬菜出現了,我們看看是有幾天價, 政府方面亦出了回應,解釋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是亂標價還是出錯價呢? 首先看到兩塊黃金白菜加上已經接近200元,我都想知道黃金白菜是否裏面包著金呢? 我跟著看第二張圖,這張圖見到是個西瓜貼著菜心苗,但售價1700多元,沒理由這麼奇怪,一塊西瓜要1000多元,這個我估計應該是標錯價了吧? 還有一個冰鮮大眼魚,售價竟然可以去到150元,其實我們看看這幾張圖的背景,好像是已經有些賣回家了, 那麼貴都買得下手,市民都真是辛苦了! 跟著我們看回澳門日報的報導,它又說,網上流傳的照片討論著澳門某一間超市, 賣著的蔬菜、黃金白菜的價格異常地提高,消費者委員會亦與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高度關注這件事, 跟著了解,超市負責人表示由於員工的操作失誤,將每100克1.5的計價單位寫作每100克15元, 消委員會已要求超市立即更改售價,同說超市要向消費者作出澄清及道歉。 消委員會及經科局亦強調超市等零售行業是要確保每一個環節運作都必須準確及清晰價格,以免產生不必要誤會。 這個澄清只是說白菜,其他東西就不知是真圖、假圖,反正是一個網圖,或者是他撕了第二張貼下去,這個我不知道。 反正網圖大家看看就好了,政府的回應就說這間超市是飆錯價,飆了10倍價, 不知道有幾多市民是因為飆錯價而買回家的呢? 因為其實你在現在這個狀況來說,大家都是人心惶惶的啦。 因為明天開始就等於大家要在家裏,沒什麼事就不要到處去,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都會買很多東西回家儲存或者慢慢吃。 你這些價格升上去,我們不會覺得奇怪的,我們只會覺得是無良的。 跟著就用高價買了,其實有沒有得報仇呢?好像是沒有仇報的。 難道我吃了餐菜拿回去退錢呢?應該就不行的嘛。 所以各位市民在買菜或是買東西都要小心點, 看下價格會不會是異常地高呢? 如果價格是異常地很高的話,那就要小心啦。 一可能是飆錯價,二就是你打給消委會問一下究竟是一個什麼回事, 讓他們派人去看清楚是飆錯價還是怎樣啦。 好了,今集先跟大家看到這裏先啦。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